這個位置的臉光OK嗎? 你都很美人 自帶光的 可是你不怎麼OK 這是我女生的問題 沒有沒有是光的問題 平常會用什麼方式去 懷念或想念爸爸? 平常 不要說節目 你確定要繼續這個話題嗎? 那一天是因為 大家都在分享秘密啊 所以我不像那個表哥有什麼自爆 就是因為大家都在講 那個環姐就在講秘密 都在分享大家的秘密 不是沒來由的 其實是有一個過程這樣子 然後我就講了一個大家都很想知道的秘密 但你們明天看就知道了 就會知道 謝金燕跟朱克亮一樣幽默 因為其實長期follow姐姐都知道 姐姐是一個非常自律的人 超級可怕的 就是飲食跟運動 你們眼中她這種可怕的自律 有沒有什麼跟我們分享的 我想講一個爆你的小料欸 我可以講你的手機封面嗎? 漂亮不...什麼? 漂亮不能長久努力才是 然後我就想說 姐 至少妳還漂亮欸 這個位置的臉光OK嗎 你都很美啊 自帶光 可是妳不怎麼OK 那是我本身的問題 沒有...是光的問題 這個是很亮的 姐姐怎麼樣 我太囉嗦了一下 姐姐 姐妳說妳說 我是為大家好了 好 妳說妳說 應該要亮 亮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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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剛剛像燈的問題 對...好不好看 然後節目好不好 她就非常在意 所以當她已經開啟工作模式的時候 她就殺紅了眼 欸 這樣好不好看 節目這樣會好看嗎 妳這樣可以更好看嗎 還有其他選擇嗎 對... 妳知道那個堅持很重要嗎 她很堅持 差一點點就會差一點 對...對... 妳看妳花這麼多時間 弄了一個頭髮 畫一個妝 接了一個節目 然後穿了時尚 然後妳結果 把妳打得不好看 或是妳很不好看 那妳要怎麼傳遞時尚呢 如果妳是要做美髮 那妳也要漂亮 那妳如果不漂亮 妳弄得再好看 妳沒有說服力啊 對... 跟她工作會進步很多 那妳進步這麼多 妳知道姐姐覺得她有可能 跟妳學唱跳嗎 有感覺 這個部分妳可能就跳 下一題 好... 唱一下... 唱一下... 想要把妳抱個安安安 可以啊 好... 唱歌我抱個家為人 歌唱 麥夢甘心 我愛心... 我愛心...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 謝謝... pozor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